好,我们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最近交战白热化 这个周末双方的攻防不断 俄罗斯的第二大机场也传出一度是暂停这个起降 我们要请国际组的记者慧云带大家掌握 好,没有错,看到乌尔开战第530天 现在看到的是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占领他们的克里米亚半岛 这边似乎有加强他们的攻势了 因为在这个周末呢,先是在克里米亚这边呢 就先传出了一座连接克里米亚还有赫尔松这个州的地区的这个琼格尔桥 它是被乌克兰用飞弹给击中 另外呢,就是还有传出说乌克兰是用了海上的无人机 来轰炸了俄罗斯的一座黑海上面的舰艇 这个舰艇叫SIG,而且是24个小时之内 连两艘的这个舰艇呢,都被攻击了 因此呢,俄罗斯这边就要来进行报复 所以呢,还对乌克兰的输血中心发动攻击 这个输血中心呢,是在库比亚斯克地区 传出说光在这个地区呢,就造成这条3到6个人的死亡 好,另外刚刚主播提到的 在这个俄罗斯这边的第二大机场 弗鲁科夫的国际机场 又为什么会一度暂停起降呢? 是传出说又有乌克兰的无人机来袭 所以呢,逼得这一座是俄罗斯的第二大的国际机场 必须要暂停他们的航班 不过呢,随后因为这个莫斯克市长 索比亚宁说这个无人机已经被击落了 还是有恢复正常的运作的 但是这几次看下来呢,都可以说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彼此针对双方的关键设施 像是说,比方说像是引擎的制造厂啊 书写中心啊 还有就像是油槽啊 海上的舰艇啊 等等的这些来针对 来发动攻击 因此呢,报复的力道都会更为的强烈 而且双方都互相指控说 对方是恐怖攻击的 那目前看起来呢 这样子的攻击 似乎好像还没有要到一个停止 或者说比较缓和的迹象了 那的确呢,可以期待的就是说 可能这一次呢,可以预期的说 在这个俄乌之间的攻势 有比较白热化的迹象 好,另外我们也知道 俄罗斯最近是频繁的轰炸乌克兰 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最新也大赞说 美国跟德国援助的防空系统 更多的讯息我们要再交给慧云 好,没错 因为现在呢,可以看到在这个 针对乌克兰的攻击 俄罗斯用的都是飞弹 那就是用的飞弹呢 包括像是说口径巡弋飞弹啊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超高音速 匕首飞弹 另外呢,还有就是伊朗制的 见证者无人机了 这三种武器为大宗 所以来说呢 对于乌克兰来说 要保护他们的领空是最为重要的 那么泽伦斯基就说 美国援助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还有德国提供的IRST防空系统 这两套呢 可以说是在最近一个礼拜 非常的对他们有帮助 保护在他们的领空 那么尤其呢 可能是抵御了至少65起 来自于俄罗斯的攻击 还击落了87架的 俄罗斯发动的伊朗见证者无人机 那另外来看到呢 是乌克兰这边呢 也要持续的来和俄罗斯来做切割 这个切割指的是历史方面的 因为呢 过去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呢 如果游客一到这个城市 一定会看到市中心 有一个非常显著高大的雕像 这个雕像呢 是叫做祖国母亲 而且之前它上面高举的这个标志 事实上是代表 共产的铁锤和镰刀 但是现在呢 乌克兰就说要把这个标志给换掉了 他们换成了乌克兰的国徽三叉旗 而且呢 工人在安装的时候 还高举了乌克兰国旗 那这座雕像高102公尺 所以如果你一到这个城市的话 不管是从市中心哪个地方 都可以看到它 那原本呢 这座雕像叫做祖国母亲 这个现在呢 也要改名叫做乌克兰之母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